各位网友各位同胞现在为大家插播一条紧急新闻紧急情况啊 很多网友大概已经知道了啊但是很多网友没有解读没有引起重视 尤其是你台湾人啊台湾的没有引起绝对的重视 我现在正中歧视的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当一次活雷锋啊当一次活雷锋 台湾省媒体报道称大陆航母辽宁舰今晚罕见打开AIS 船舶自动辨识系统通过海峡中线以西刻意让各界制造器军事实力 根据AIS系统显示今晚7点10分左右辽宁舰在恒春西北西115海里左右海面 沿台海中线以西向南航行航向190度航速1.2节以近乎停船的方式前进引发台媒猜测 据了解辽宁舰过去便数次经过海峡中线以西甚至进行过夜间战机起降作业 台湾当局几乎每次都宣称一切经典掌握中台媒体称此次打开AIS系统 刻意揭露自己位置让外界看到实属罕见 这个新闻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有的人不懂以为就是辽宁舰跟平时一样 往那个区域走一下说海峡中线走一下呀其实不是 他打开这个船舶识别系统以近乎停船的方式 这个走过这个中线是什么意思 台湾海峡正在进行三军大规模军事演习 也就是说针对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全军已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当中 全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当中 我已经说了我之前和我的战友包括和台湾的已经联系不上了 包括前两天我就是昨天我给了大家一个新闻 日本向西南海域宫古岛先岛出岛这一带紧急增兵 一千零三十人部署反舰弹道反舰导弹以及中程导弹 以及地对空导弹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三方从这三方的从日本台湾以及中国的这些举动来看 已经是处于这个战争临界点的一个状态了 还有这些网友在台湾的在那下面骂在那下面傻逼 我现在就震动其实告诉你 你们平时骂我说我是当代赵拓直上谈命也好 我现在不跟你们追究这个事情 我现在因为咱们是同胞咱们是中华民族的同胞 雪农于水同胞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有很多的网友告诉我给我留言 他们是台湾的是你们自己的同胞 说已经换好这个现金了 已经和中华航空已经在联系了 现金是敌器换好了 到时候会出现挤兑潮 我告诉你跟96台海危机一模一样 很多人都等着逃跑 很多人去银行挤兑 我告诉你 这几个网友他们是相当明智的 他们还跟你们劝你们不听啊 战争打起来子弹无言 你们进防空洞有意思吗 这个动作就是很明确的在告诉台湾当局 听不听话 不听话就干 你们怎么还没反应过来 还没反应过来 我现在已经就是告诉你们 我已经不管你们是不是平时辱骂我的 或者是进攻大陆的 或者是呆挖也好 不刮也好 你们现在看到我这条新闻 赶紧和你们在台湾的啊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估计台湾的很多人都睡睡觉了 你们在海外的这些亲戚 你们看到了 你们赶紧要给他们去联系啊 真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赶紧跟他们去联系 所以说你看你们选的这个台湾啊 选的这个台独分子 选的这个蔡英文这个当局 把你们台湾老百姓都给害苦了 你们还不知道 这个动作你们非军事人员 非军方人员 你看到没有 我迷彩服都已经穿上了 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们一种姿态 就是我的这种姿态就告诉你们 现在情况的危机性跟严重性 现在几点钟了 现在快两点了 我起来还给你们做这个节目 我是给你们做节目 我是在告诉你们 我不是在给你们做节目 两点了 我本来这个时间早点早睡了 晚上我又和我战友他们联系 他们有些是有手机的 联系不上还是联系不上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第一时间我就非常紧张 这个是处于战争临界点的一个动作 战争临界点的一个动作 现在在那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美国的全球四艘航母 已经全部赶了新冠肺炎 已经全部停航了 不会来志愿你们 不会来帮助你们 日本做的这个举动 像宫古水域 宫古岛 这个仙岛书岛 它紧急派兵 增兵 它是一个防卫型的一个动作 它防止中国解放钓鱼岛 现在这个航母 现在往这个方向走 如果说它 你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这个 往巴士海峡那个地方走了 我说过进攻台湾会是 以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的 结束的尾断 利用你们战备松懈的心理 突然间发生这个战争 突然间发生这个解放太阳的战役 你们一定要观察好 如果再往巴士海峡那个方向走 你们一定要打起警惕 一定要赶紧把性情换好 赶紧 赶紧 赶紧的 做好这个防护 赶紧保护好自己的私人财产 我就说这么多 这条新闻我就说这么多 爱听的就听 不听的拉倒 如果你们是在海外的 现在这个时间 我估计是在欧洲 再过一会儿 我估计美东时间 就要进行这个 就要快到这个早晨了 赶紧提醒你们在台的亲戚 赶紧提醒你们在台的亲戚 我不是开玩笑 这个情况 中国解放军跟全军 已经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了 战争临界点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